2020,这一年我在美国,第一次离家整整一年半,不用像2019需要考虑声言,也不像2021那么未知,有着向往的自由,身边有很多好朋友,他们让我对这里的一切更加热爱。 我记不得上一个跨年发生了什么,只知道一月的纽约和飞向奥兰多的那一周成了今年唯一的旅行。 开学回到波士顿,我们庆祝春节,筹办生日。 我带着大气球去坐立铁,走过达街小巷,就这样迎来了23岁。 3月到5月的记忆已湿了,但是波士顿的夏天倒来了,而夏天也带回了疫情下久违的生机。 我几乎走遍了波士顿,如果不是2020,我不会知道没有空调的夏天也这么美好。 去看灯塔,去世界的镜头演餐,去看向日葵花田。 一路向北,去看满山遍野的枫叶,去世纪里写的瓦尔登湖,学着花皮花艇,去打夕阳出海看金。 我又开始学习吉他,和朋友跳舞。 第一次心理咨询,第一次受邀做模特,还有每周四和外公的视频,组成了我简单的生活。 夏天过去了,我搬了新家,不知什么原因,最后个学期,走得飞快。 最后一次去教室上课,最后一次在纵上上课,于是,我毕业了。 整整一年,这座城市赋予了我的2020太多记忆与惊喜。 我学会告别,学会享受孤独,学会做自己的朋友。 博士顿的大学,落日,开心与烦恼,都是我人生里不可多得的瞬间。 他们教会我成长与独立,感恩与更加热爱我所拥有的生活。 还有,谢谢你们,每一个让我感到像家一样的朋友。 祝愿2021,大家平安健康,一切都好。